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从电影标题名声出发 邓不利多的秘密乍看是要揭露中年老邓的秘密 实际上是要揭露邓不利多一家的秘密 包含了老邓阿布斯 邓蒂阿波佛 邓妹雅蕾安娜 他们分别有什么秘密呢 阿布斯的话当然就是他跟盖瑞的感情 虽然罗琳一早就公布两人是货真价实的情侣关系 也有亲密行为 但一直到这起才透过中年阿布斯的嘴 亲自告诉纽特跟观众 邓葛确实相爱 他们还曾经打算私奔 更难得的是他们对彼此好感思念 即使分开了也没有改变 虽然邓葛实际相处只有几个月 但这短暂的时间对彼此人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老邓放下对于权力力量的追求 变成了麒麟认证拥有纯洁灵魂的人 而老葛更确定自己变革全世界的野望 并且因为老邓背叛 让他在更沮丧更没有包袱的情况下决心硬干到底 阿布斯的秘密是 他一直有一个私生子 就是怪兽系列最强大的暗黑怨灵宿主 本名阿刘斯邓不利多的奎登斯 大概就是在邓葛相爱那段时间 阿波佛跟一位女性相爱而有了结晶 但这件事阿波佛没有主动跟哥哥说 老邓知道后很自责 因为当时他被爱跟权力冲昏头 不只疏于照顾妹妹 也没有好好关心弟弟 如果当时他为弟弟多做一点 或许奎登斯长期在美国孤苦受虐 变成暗黑怨灵宿主的惨剧就不会发生 这集我们也确定了 雅蕾安娜跟奎登斯一样都是暗黑怨灵宿主 这两位邓不利多家族成员 都能活超过10岁的寿命限制 原因大概就如同纽特的猜测 因为他们的魔力太强大 但是从第三集奎登斯的状况来看 恐怕也没有办法跟正常人一样 健康活到老 雅蕾安娜的死亡之谜 第三集又透过中年老邓再次复述 他确实实在邓氏兄弟跟老葛三人的冲突中 当时因为邓葛要失奔被邓帝发现 老葛在一旁大小 邓帝一怒之下拔上要攻击 老葛举仗反击 而雅蕾安娜正好出现 就被咒语误杀了 按这个情况来看 失手击杀妹妹的很可能就是老邓 而这份自责愧疚 一直到他死前都难以忘怀 电影一开始 邓不利多跟葛林黛华德 两人相约在餐厅见面 有把老情人久违面对面聊天 那种低调内恋的感情表现出来 虽然血气挂链被偷走 但老葛说自己有时候 还是能够感觉他戴在脖子上 这表示挂链他一直都戴着 是一种我还深爱你的象征 可是当老邓对他说 你太偏激了 提出我们可以一起解除这个血气时 老葛马上变脸 转移话题 说麻瓜的餐厅就是有股恶臭 还直接呛 不管你要不要跟我同心 我都会毁了麻瓜世界 老葛为什么瞬间变脸 不是因为老邓不加入 他也知道老邓会阻止他 但是对老葛来说 当年血气的缔结 不只是两人共同理想的宣誓 还是认同彼此爱情的象征 老邓说要解除血气 在老葛听起来就等于再说 我们分手吧 你说 如果你还爱对方 听到对方直接这样讲 你会不会翻脸 老邓知道所有人都很疑惑 为何他不亲自站出来对抗葛林戴华德 所以在妖西设加入时 就秀了血气的能力给纽特兄弟看 这边我们看 老邓违反血气有什么下场 电子就好像孙悟空的紧固圈一样 不断缠绕勒紧 痛苦的老邓说 这还是最轻微的副作用 言下之意 最严重的状况大概就是死亡 那怎样才会被惩罚 直接伤害对方肯定是不行的 但老邓这边的示范就告诉大家 当初两人是基于共同理念 和绝不伤害对方来缔结血气的 也就是说 只要有想要对抗老葛的念头 血气应该就会制裁他 不过这点对老葛也是一样 他不能直接对老邓出手 所以才要拉拢有暗黑怨灵力量的巫师来加入 靠自古力量帮他收拾老邓 姑且不论老葛听到 一起解除血气这句话的翻脸反应 看电影当下 我的感觉是 他们应该知道解除的方法 只是要不要做而已 但从最后在决斗中 血气被破坏后两人的震惊反应 我认为真相是 他们不知道血气要怎么取消 所以当纽特问说 为何最后血气失效时 老邓给纽特的说法是 他的咒语是保护 老葛的咒语是杀戮 两者互相抵触 是不是觉得这个解释有点不够具体啊 我觉得这个论点 是老邓对于血气被意外破坏的 合理性推测而已 贯穿第三集的奇兽是麒麟 巫师世界之所以是透过麒麟 来选出优质的最高领导 原因就在于他能够看穿灵魂本实 挑选出品性真正纯洁善良的人 另外 麒麟也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葛林戴华德为什么定一开始 就要派奎登斯去抢麒麟宝宝 因为他想要当全巫师世界的领袖 只要当选 他就能够名正言顺 以合法姿态来统治麻瓜 掌握全世界 他算准这时候 国际巫师联合会主席要改选 而改选的步骤有三个 公开发表竞选政见 麒麟则明君 巫师表决 最关键的就是麒麟 只要被麒麟认证 拥有纯洁高尚灵魂 最后表决基本上都会拿到票 可是老葛知道 他一定不符合这个条件 所以才要抢麒麟 用作弊的手段让自己当选 怎么作弊 就是杀了麒麟后 再用咒语复活 被复活的麒麟 会变成乖乖听话的行尸走漏 只是老葛他们没料到 当初母麒麟生的宝宝是双胞胎 另外一只被纽特救走 也成了最后打脸老葛作弊的关键 刚刚有说 麒麟另外一个能力是预知未来 葛林戴华德强大的主因之一 也在于他能够预知部分未来 例如说第二集最后 他就把几十年后的二战画面 秀给信徒看 而这一集他透过麒麟的血 看起来又加强了这个部分的能力 所以能够在车窗镜面 或一体反光面 提前看到老邓 纽特 西瑟 甚至是雅各拿魔杖指着他的未来 这也是为何老邓要玩多人组队模式了 想阻止有预知未来能力的老葛 只能不按牌里出牌 用多人迷惑跟计划拆解 把任务不同阶段分配到每个人身上 也不能让队友知道计划全貌 而要确保队友无论如何都能按照自己的计划做 就很要求性嫩感 所以老邓才会说 如果有疯狂且不合逻辑的请求 请务必相信他的判断并照着做 从老邓对抗老葛的对策 你会发现他好像也能够预判老葛的预判 例如说 纽特去救麒麟宝宝 没意外就是老邓派他去的 这个前两集已经有很多例证 这集的各阶段计划也都显示 老邓预判老葛会做什么事 他就推测老葛会在晚会中 暗杀最强候选人张托斯 所以派雅各跟拉丽去阻止 老邓有没有预言之力 这点具体没有明讲 但我认为应该是没有 老邓能够做出准确的预判 让人觉得他好像可以预知未来 是基于他对于人心 与各种资讯都能够观察入围 并拥有强大全面的讯息整理 分析与总结能力 这也是为什么佛蒂摩都保密到家 但老邓还是可以靠他一个人 就推测出他把灵魂分裂 并做成7个分灵体 甚至还猜到了一些分灵体 是什么的原因 老邓透过纽特去德国魔法部 转告即将卸任的巫师领袖沃格尔 要做正义的事 而非便利的事 这是什么意思 其实是要他努力收集老葛的罪证 让他背叛有罪 而不是轻轻松松就以罪证不足来判他无罪 毕竟他都要卸任了 很高的几率会想说 啊 随便啦 之后怎样的给下一任去处理不就好了 果然纽特转告后 沃格尔不以为然 在沃格尔眼中 老邓自己也半斤八两 他回宣 既然想要阻止老葛 拯救陷入火海的世界 那他人在哪里 他来柏林了吗 当然没有对吧 归在霍格华治里面最安全的干嘛离开呢 阻止魔王的任务交给纽特这些部下就好了嘛 奎登斯要杀老邓是受到老葛的指使 理由前面也说过 血气让他不能够直接对老邓出手 奎登斯从小就作为孤儿被收养 在美国过着孤苦受孽的生活 收养他的养母又是反巫师组织的领袖 让他的魔力长期被抑制 也才导致他成为暗黑怨灵宿主 这一切让奎登斯怨恨抛弃他 让他成为孤儿的原生家庭 所以前两期他才那么执着渴望探寻自己的真正身世 他从来没被真正爱过 因为缺乏爱 才会在第一集被老葛傻傻利用 奎登斯有多渴望被爱 就有多恨 他是带着愤怒、复仇的心态去杀老邓的 只不过这一战的结果不意外 被老邓完全碾压 对了 有人会好奇 这一战破坏这么大 怎么感觉老邓打完 也没有对麻瓜放以望咒之类 就拍拍屁股走人啊 理由是老邓早就预料到 老葛会派暗黑怨灵宿主来 所以有一幕的特写是 老邓让一小块雪花或水柱的东西 在奎登斯额头化开 应该就是在这时候把他拉到了 跟现实世界几乎没有两样的 竞相空间里 所以奎登斯放出暗黑怨灵造成大规模破坏 才几乎没有影响到现实世界 我认为老邓在跟奎登斯见面战斗前 只知道他是暗黑怨灵宿主 还不知道他是自己家族的一份子 但战斗前 他曾经在猪头酒吧 看到弟弟身后镜子浮出来的文字 你明白孤身一人是什么感觉吗 阿布佛对老邓说 什么都别问 这时候老邓就知道弟弟有秘密 然后当奎登斯出招前 透露自己姓邓不利多 也讲了镜子那段话 老邓就把关联系串起来 猜到奎登斯就是弟弟的私生子 加上战斗尾声 凤凰在倒地的奎登斯附近盘旋 撒落羽毛灰烬 表示奎登斯快死了 有了妹妹是暗黑宿主的经验 加上凤凰 老邓这才完全确定奎登斯就是自己的侄子 他也才对奎登斯受到的苦感到抱歉 并说邓家对他的遭遇是真的不知情 不然以老邓的个性 绝对不可能放自己家族的人在外面受苦 到不担除止老葛前 老邓拟定了5个皮箱计划 看过哈利波特的人应该觉得很亲切吧 仿佛想起了7个波特之战 这个计划的重点在于 要让魔王猜不到 谁的皮箱真的装有麒麟 所以老葛只能够派人 把全部皮箱抢过来开箱 老邓很聪明 他知道主要角色的皮箱一定都会被抢走 所以皮箱一定得放在老葛拆不到人身上 在凡葛小队里 这个人就是看起来最没用处的邦提 可是皮箱是纽特最珍贵的宝藏 纽特一定会希望是自己拿到麒麟皮箱 这样他才会安心 那要怎么让纽特误以为自己拿到真正的皮箱 老邓这边用了一点心机 一开始雅各选了一个 但老邓摇头示意请他换别的 看在大家眼里的意思就是 诶 这个是真的 给你拿有危险 你不能拿这个 所以纽特自然认为 雅各原本要拿的皮箱是他的皮箱 二话不说赶紧挑走 所以后来箱子被烧毁时 他的反应是真的绝望 代表他认为自己挑的是真正的皮箱 邦提知不知道自己拿的是真皮箱 我觉得他知道 老邓也必须让他知道 所以小队里面他是唯一变装的 避免四处走动被抢皮箱 再加上他在万应是最后拿走皮箱时 有感觉对箱子表达出敬重的意味 所以我个人推测 邦提知道他拿的是真箱 估计老邓也有告诉他 不到最后关头千万别现身 记得第二集在公募集会时 老葛曾经跟追随者说 有些人说我厌恶不会魔法的麻瓜 其实我不讨厌他们 因为我不为仇恨而战 麻瓜并不是毫无用处 他们有不同的价值 简单来说就是 我们会魔法比较优秀 但麻瓜也不是垃圾 他们也是人 只是跟我们不一样 嗯...看起来不像佛帝魔厌恶麻瓜的态度对吧 他只是想改革对巫师充满限制与不公平的社会 但是看完第三集 会发现老葛第二集的宣言很假掰 他说巫师隐藏自己的魔法跟存在 是一种罪孽 这是巫师与生俱来的能力 不该被剥夺 或有这种限制是谁害的 麻瓜 就是因为麻瓜曾经大规模迫害巫师 才导致巫师为了皇城之内的和气 颁布法律限制自己人 老葛对于麻瓜是很不满的 这集他的言行很明显告诉大家 他很轻视麻瓜 在他眼中巫师跟麻瓜绝对不是对等的生物 一开始他跟老邓相见欢 翻脸之后他是怎么叫麻瓜的 animal 不是人啊 是畜生 表面上说不讨厌 实际上他讨厌得要死 只是一开始他想用合法的方式 名正言顺来统治麻瓜 所以场面话讲得很好听 这样才好让巫师发自内心加入他 这就是老葛很厉害的地方 他知道别人的痛点 很会讲你想听的话来说服你 所以这集他作弊当选会长后 马上当众颁出 雅各曾经想刺杀他这事 煽动在场巫师的反麻瓜情绪 不止理所当然讲出 我们和麻瓜的战争从今天开始 还直接用酷刑众虐待雅各 很明显他之前就是在骗 掌握权力高点后真面目就露出来了 雅各是真麻瓜他不会魔法 剧中的气象咒是魔咒学教授拉力放的 不过雅各自己其实很关键 因为他的存在跟正义勇敢作为 恰好是用来证明 并打脸老葛的麻瓜烈等最原论的经典例子 所以老邓说雅各拥有一颗完整的心 诚实又勇敢 愿意为了救助他人而竭尽全力 他尊敬这样的麻瓜 而这些特质在纽特身上也找得到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 纽特跟雅各这么合得来的原因 奎登斯为何最后在不丹倒戈 直接打脸老葛作弊 前两集他就知道老葛不是真心要帮他 只是利用他 但当时他最想知道自己的身世 并对原生家庭复仇 这时候他跟老葛是有对付邓家的共同目标 才加入老葛 老葛当然也知道 奎登斯跟他只是暂时厉害一致 所以他也没有完全信任奎登斯 常常派奎妮来监视独心 这点奎登斯有透过警告奎妮 来表达他的不爽 到后来从老邓那得知 老葛一直在骗他 因为老葛明明都知道 邓家不是故意抛弃奎登斯 却撒谎挑起奎登斯的怨恨来攻击老邓 这都是在说明老葛是一个虚伪自私自利的人 老邓的道歉 再加上老葛对他找麒麟 杀老邓两次失败的不爽反应 奎登斯这时已经很清楚 谁才是没骗他 没要利用他的人 我想这也是为何 他决定揭穿老葛虚伪真面目的原因 重点是 复仇不是他人生的终极目标 他只是一个缺爱的小孩 他只想回家 真正的麒麟被开箱后 重新进行麒麟责民军的步骤 结果麒麟缓缓走到老邓面前鞠躬 老邓虽然表示自己很荣幸 但也略感尴尬 请麒麟再去找另外一个 有资格领导巫师世界的人 有注意到吗 当麒麟靠近时 老邓第一时间的反应不是高兴 是尴尬的自言自语 不要选我啊 真的啊 拜托啊 为什么老邓急得婉拒 这是因为他年轻时 妹妹死亡的惨剧 让他深刻体会到 权力就是他的罩门 小说里 他曾经在车站对哈利说 那时候 魔法部部长的职位 不止一次摆在我面前 我当然都拒绝了 因为我已经知道 不能把权力交给我 我年轻气盛时候的表现 就证明了权力是我的弱点 我的诱惑 而我待在霍格华兹更安全 其实到现在 还是有些人不喜欢邓比利多 原因很多 其中有一点是 觉得他明明有能力 却只归在学校当校长 而不是站出来 改变英国魔法部 或整个巫师世界 但这就是他的心魔 他曾经因为权力迷失自我 所以他有意识 要远离更高的权力 就有点像是干道夫 为何不敢碰魔剑那样 宁愿透过广大人脉 来间接影响巫师社会 也不愿意自己居高位 做出改革 大概也是为了避免 走上劳阁的后路吧 权力使人腐化 神也没办法保证 自己掌握最高权力后 会不会偏离初心 我认为老邓的想法是 他想透过好好教育后代 有一天能够养成跟他一样厉害 而且不被权力迷惑的人 继承他的遗志 很显然他临终前 把这个希望放在哈利跟妙利身上 老葛兵败逃走后 阿波佛终于和儿子相认 当奎登斯问他 这些年 你有没有想过我这个儿子 阿波佛只说了一句 Always 看过哈利波特的一定知道 史内普最催泪 最让人感动的就是这句话 因为有史内普说 Always的真挚情感 所以虽然没什么铺陈 但观众一定可以理解 阿波佛那种自责让儿子受苦 悔恨又遗憾的情感 前一支影片我讲 奎尼不是真的黑化 他加入老葛只是因为既往 老葛改变不自由的巫师社会 让他可以光明正大跟雅各结婚 但是老葛一连串的作为 让奎尼知道 他不是真心为了巫师世界的 平等自由努力 只有对麻瓜的鄙视 不满跟怨恨 老葛不是真的想解放巫师 他只想统治麻瓜 当选会长后 他不鸟奎尼在现场 直接抢 就是有这种 明明不懂 还硬要装自己会魔法的臭麻瓜 巫师力量才会被削弱 然后二话不说 直接送雅各一发酷刑咒 奎尼也才完全清醒 自己真的被骗了 当然 雅各的真心告白 也是让奎尼改变想法 不再助纣为女的主因之一 结尾奎尼跟雅各婚礼这边 是整集我最喜欢的部分 不是因为神隐的整集的蒂娜 终于出现了 而是老邓特别来面包店外 在这里 他感谢了纽特对他百分之百的信任 纽特也回应 如果有需要 自己还是为义不容死的帮忙 这种亦师亦友的情谊 基本上在哈利波特看不太到 我自己蛮有感触的 因为我们求学时期 跟学校老师的年纪差距 比较像这个时期的 纽特跟老邓 雪花纷飞 老邓最后在门外 看着屋内这对 麻瓜与巫师新人的甜蜜婚礼 我想应该是很有感触的 从老邓意味深长的神情 看得出来他既欣慰 有满满真诚祝福 也有不少落寞与遗憾吧 祝福完 转身漫步在夜晚纽约皇后区街头 这时候的老邓在想什么呢 如果可以 他何尝不希望 被众人环绕祝福的那对新人 是他跟葛林戴华德呢 只可惜这个愿望 永远也不可能实现 关于怪兽与邓不利多秘密的解析 就聊到这里 希望有帮助大家更了解这集故事 也希望还没进电影院观影的朋友 可以多多支持这系列 我是阿秋 谢谢你的收看 欢迎订阅奇幻图书馆 观看更多哈利波特、魔戒、神话、奇幻故事的影片喔